今天要教大家做 可愛的馬卡龍色的筆筒 我覺得馬卡龍色 比較勾髓的地方是 它的顏色基本上是粉粉嫩嫩 比較繽紛的感覺拼湊在一起 那我們要歡迎 我們今天的小方老師出場 早安 大家早安 馬卡龍色我覺得厲害的地方是 顏色都有點跳 有點色階的感覺 出來就會讓大家覺得 好亮喔 這個作品 今天的老師準備了現成的筆筒 幫他刷顏色 請老師介紹材料 好的 今天的材料從右至左 分別為鋼尺 美工刀 一杯水 然後水筒下面有一片透明片 好 然後砂磚 紫膠袋 大小的海綿棒 瓶刷 小筆 三原色紅黃藍的壓克力顏料 還有白黑壓克力顏料 紫色 還有保護膠 濕抹布 還有我們的主角 一個木頭的筆筒 還有吹風機 基本上其實如果你跟老師一樣 去百元店的話都可以買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現成筆筒 筆筒有正方形的 咬長方形的 有像老師這樣子圓柱體的 看你自己怎麼選 但是上色的SOP其實大概都差不多 好 介紹完材料 那我們要請小方老師開始動手 好的 好 那其實我覺得台灣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現在就是除了百元店賣這些東西 對 現在大型的文具 都有 超市 大型的那個五金商行 都有 因為他們材料都非常的齊全 然後他都會分批 然後美術材料 這種基本的這種木器 他們都會有一區 DIY的 然後甚至於他有一些小木片啊 什麼什麼 就一小包一小包 什麼亮片都會分成 所以我其實常常去挖寶 那有一次就是有一個空檔 我去了一個 連鎖書取賣場 對 看到的 我們想像 因為我們在外面看到材料都會買 然後其實也不貴幾十塊 然後也覺得 他有很多形狀 就像泳妮說的 這方形啊 圓形 然後想說圓形很特別 然後就買來試試看 然後做法也蠻簡單的 那我們就花一點時間完成 好 那首先一樣喔 我們拿到木器啊 就是要先將木頭的邊緣 因為畢竟他是工具 所以有時候他 他們即使有打磨過 所以有些邊緣 還是會難免會比較粗糙 所以我們還是要打磨一下 邊緣的地方打磨 最主要是邊緣的部分 面積很大就不用打磨了 好 我現在才發現 他這個筆桶這邊有一個小凹槽 那如果你講究一點的話 你還可以買那個P土 很便宜 你大概30元一包的P土 你可以先 就像人家牆壁做刷油漆一樣 先P土P一點點 等桿再用打磨 所以他就會完全是平的 打磨完以後呢 我們就是先來處理底色 好 我們今天底色是全黑的底色 因為我要襯托我們的這個 很漂亮的馬卡龍色 所以我們當然就要找一個 最深的顏色能夠來襯托它 所以我就拿需要紙張 來刷黑色 對 來刷黑色 好 一樣用蓋印的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大小的海綿棒 好 先蓋邊邊 裡面看你們要不要處理 對 那裡面的話你甚至於 比如說用黑色的噴漆噴也可以 對 好 那我今天裡面就先不處理 好 上面 好 那就是要吹乾了 不然旁邊沒辦法做事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處理側邊 如果說沒有喊黏棒的話 就是家裡可以用那個 已經廢棄了菜刮布 喔 也可以 對 對 但是要乾喔 就是我們大家在做蓋印 基本上就是要用乾的 對 乾的 乾的乾硬這樣子 用菜刮布 或者說老師我想要平刷也OK 或者甚至於說我全部都要用噴漆噴 也可以 會方便 對 也沒有關係 只是噴漆的味道真的不太 比較不太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通風的地方 然後最好是晴天的使用 時候使用噴漆 好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好 那大概蓋了一半 那先吹乾 好 不然手也沒辦法抓 然後再蓋另外一半 所以其實上色 上底色的過程 還蠻快的 嗯 那它基本上蓋幾下顏色就很飽和 對 你確保顏色變啞光 基本上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邊是跟剛才一樣的道理好 反正我們就是用蓋壓的方式去上顏色 然後記得把它吹乾就可以接下來的步驟了 對 嗯 這個小朋友應該蠻喜歡玩的 嗯 這個過程 蓋這個其實很紓壓 沒有什麼難度 對 很紓壓 小朋友會非常非常喜歡 那難免就是說 一次蓋印可能有些地方沒有蓋到 所以就是說 可以檢查 稍微檢查一下這樣 對 轉幾圈看看 對對對 可以檢查一下 好 我先一樣先把它趕快把它吹乾 嗯 因為你看到有些地方都沒有蓋到 對 有些透出木頭色 你可以再去加強一下 對 好 等到吹乾之後呢 其實我們才可以上膠帶去去 對 一定要吹乾 嗯 所以一定要吹乾 不然的話等一下有黏性的東西 貼上去再撕下來 就很容易會有印子或掉色 好 嗯 看到有些地方沒看到 很明顯就還是會有些木頭色 對 對 還是會有一些 因為畢竟面積大 嗯 那海綿棒 對 它不是平的啦 所以就是我們 因為它一直蓋它會一直變形 好 那我們施力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總會有一個角度 對 所以海綿棒器它並不是完全是平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多蓋幾次 多檢查一下這樣子 沒錯 好 那這次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沒有蓋滿 因為我們還有下一個顏色要疊上去 所以就是還好 OK 好 黑色的部分我想要先處理完了 那我們一定要把它 這一次要把它吹很乾 對 徹底吹乾之後 我們就可以接下來要開始幫它做一些 拼貼 對 做下一個階段 沒錯 你看好多地方沒有蓋到 對 明顯那個木頭顏色是有透出來的 對 對 對 可是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是會蓋幾他的顏色 對 對 是沒有關係 對 但是就是說 如果說時間允許的話 是可以再上第二層底色 可以 是可以再上第二層底色 沒關係我就不再補色 但是我要把這個黑色吹得非常非常的乾 對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要那麼乾的原因 你在手在摸的時候 顏色只要沒有沾在手上 基本上應該就差不多 對 比較啞光的感覺 好 吹乾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這個 很關鍵的一個步驟 對 這堂課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要貼紙膠帶 對 就是我們要幫它做分隔 就是想說整個大面積 當然是你要漸層上色也可以 但是就是想說 膠帶就是一個留白 那我們畫完以後把膠帶撕開 它就會有這樣像地圖狀的感覺 對 把它割開的感覺 對 就是像拼圖的感覺 但是因為這個膠帶的寬度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寬 就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優雅 所以我是拿那個膠帶 把它貼在透明片上 好 那我們就是中間割一半 對 好 OK 那我就已經有一些割好的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割一半這樣子 好 撕下 撕這個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你撕太快 它下面會捲起來 所以你另外一隻手要趕快過來接著 好 那我們就 因為你的長度就是要比這個鼻桶還要 要長 對 還要長一點點 好 你就自己找一個角度 好 OK 要壓緊喔 然後這邊都把它收進去 好 OK 好 那這邊壓一下 因為你沒有壓緊 顏料也會伸進去 對 會伸進去 對 會伸進去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做貼的動作 這步驟其實也蠻簡單的 小朋友會很喜歡 我們先切直的部分 好 我們先切直的地方 好 那不要都很 都是直線 就是有一點斜線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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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讓它有一點角度 不要全部都是貼90度這種垂直的 對 對 對 我覺得小朋友在貼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傾斜 對 當然你如果說 你今天這個作品要很均勻的設計角度 那是OK的喔 那也是沒有關係 那也是一種感覺 好 你可以先拉 那我這次先上下的定點拉好 對 然後我再壓平 就是確定我要的位置 因為指膠帶的好處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你撕下來不會留痕跡 所以就是你可以先 先定位好 好 來 你看我剛剛 對 沒有 我趕快去扶它 對 對 對 然後就會變成這條指膠帶 不能用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OK 好 撕開 好 你看你要分成幾塊 嗯 稍微幫它做一個區隔齁 對 嗯 所以其實你分出來之後 你在上色 你就可以按照 就是像是在填充拼圖的感覺 欸 對 對 填色塊 嗯 它一定要拉緊再貼 好 OK 直線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貼 橫的部分 好 就把它打平來 嗯 這個過程其實也蠻好玩的 對 蠻好玩的 對 蠻好玩的 對 如果說真的超過我的格子 你就用美工刀割一下 這個部分可能 你看像我這個超出來 對 對 就沒那麼好看 那我就可以用美工刀把它 割掉 割下來 好 那這個用刀或用 用剪刀也是可以 可是用美工刀是比較漂亮 但是如果家長 小朋友在用刀的時候 家長其實真的還是 要注意一下 對 要在旁邊輔助一下這樣子 我們可以一樣先拉一整條長條 嗯 你再把它採切齁 對 就是要用到哪 採到哪 嗯 就決定說你要上幾層的格子色 比方說你做得越細的話 你格子就需要塗更多層 對 就是看你想要找大面積還是小面積 因為它是有點弧度 它如果說剛開始給真的比較小的小朋友 家長可以買那個平面的 嗯 就是買正方形的 好 可是因為圓形有個好處 它是連續圖案 看起來美感是不太一樣 好 但是我們施工上就是 相對沒有這麼的方便 好 OK 好 這個太短了 就不要用了 我們就再拿個新的 嗯 可以看一下哪一邊 還需要幫它分塊 因為你要分塊上色 這樣出來的效果才是 這邊一塊顏色 這邊一塊顏色 像這個面積我是覺得真的很大 比較大 對 很大 那我就 可以再分一次齁 對 再分一次 就一直去拉這個 拉這個角度 因為剛好就方便撕貼啊 對對對 拉一個角度 然後我也不剪剛好 就頭尾這樣子 好 這樣就省一個勾 好 這邊 好 這邊 好 這邊沒有分到 都可以很隨機的去做這樣的一個拼割 切割的感覺 其實也可以剪成 就是貼成樹枝狀 也會很漂亮 也可以 對對對 但是樹枝 樹枝都是相連也OK 好 現在就是看 大致分好了 可是就是 不要格子太均勻 對 太均勻的話 就覺得有一點笨笨的 對 最好是比較隨機的 再幫他做一些切割 就是不要都這麼整齊啦 有大有小比較有變化 好了 以後我們就是滾一滾 好 確定這個膠帶都黏緊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重點了 我們要來上色 對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呢 把一個顏料盤調好色 每一個顏色擠一點 然後開始分別這色塊上面的 對 亂填 對 但是我接下來我想要講比較重點 就是我要來講那個上色的過程 怎麼樣就是 就像媽媽在煮菜 一鍋到底可以煮好幾道菜 那我一隻海綿棒 我可以 可以用好多個顏色 我再換 換下一隻海綿棒 或者是再清洗它 這樣就會比較節省時間 好 那我們先 看一下這是三原色 那三原色裡面最淺的顏色是黃色 對 好 OK 好 那再來呢 所有顏色裡面其實白色 是最淺的 所以我會先從白色開始 好 我會先從白色 因為我今天所有顏色都會加白 所以我先用白色 然後第一個再加黃色 好 OK 白色也可以多刷幾個 對 看你 好 就是因為全部都是 顏色也好像有點怕太花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穩定這樣子 有一點間隔的感覺 對 好 那這邊喔 因為它 看你要不要把它畫到 就是說它這個口的地方 看你要不要畫到它 如果你要畫到它的話也OK 那如果說你不要畫到它的話 你就小心 你就平平的畫 好 那小筆的功用在哪裡 我要講一下小筆 因為小筆就是 因為我們的膠帶 畢竟它是有一個高度 所以就是小筆可以是在接縫的地方 一樣 不然海綿棒你可能一直蓋一直蓋 你邊邊好像還是蓋不到 好 所以小筆的用意就是在這邊 所以就是請在每個邊邊的地方 細節的填充 對對對 幫它都補個邊邊 這樣你不會蓋得很辛苦 好 那通常我們在顏色配置上 我們會稍微思考一下 我會在差不多三 圓的東西大概都是三分之一 比如說三分之一有一塊白 那我可能在三分之一也有一塊白 對 要間隔一下 對對對 就是配置 圓的東西大概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這樣子 那我們就拿到白色 我們就先在邊緣的地方 先幫它處理一下 其實今天講的都是重複的工作 對 很簡單很好上手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對 其實就是教簡單的方法 但是大家有耐心重複做 它效果就會不錯 那其實這個作品 你可以試格子很大的 你也可以試格子很小 很小 對 那個感覺就又不太 因為那就是精緻度 精緻度的問題 沒錯 好 那我們再三分之一 我就以我手可以抓的部分 我三分之一再找一個格子 對 你可以再同一個顏色多上幾次 不要說一下上白色一下黃色一下藍色 這樣子的話你的海綿棒也要換來換去比較麻煩 對 又要洗筆 重點就是我們就是要省省時間嘛 就是不要那麼麻煩 那海綿棒洗過基本上就最好不要用啦 因為它是濕的乾液效果就會不好 好 OK 那這個白色處理好了 那就是看你如果說你覺得你手抓不住了 那你就是可以吹乾 最好其實是這個顏色吹乾 你再畫下一個顏色 對 好 那我還是吹一下 好 我們這個顏色吹乾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換色了 我們就是加黃色 好 一樣喔 那就是白色跟黃色稍微混一下 看你就是因為它是馬卡龍色 所以我們的白的比例可以多一點點 好 那我就 OK 從這一邊 好 邊邊 一樣 只要加白 它彩度就沒那麼高了 好 就不會這麼的刺眼 對 像這樣子 間隔式的 你可以找另外一個對於找線的地方 再去上黃色 這樣子顏色就會出現間隔 嗯 這樣顏色很漂亮 對 顏色是很美的 好 再來我們再下一個 好 我要大面積可是我顏料不太夠 嗯 再下 對 今天白色會用的量是最大的 非常好上色 對 就小小孩你就讓它格子大一點 對 比較大的孩子 格子就可以小一點挑戰一下 像我們小朋友這樣在上的時候 其實也真的是還蠻療癒的 你就像這個臉在上冰塗上色的感覺 快一快 對啊 現在不是很流行那個塗色嗎 對 塗鴉本 沒錯 對 連大人都很愛 嗯 顏色的填充 然後你再去找下一塊 一樣的方式 對 如果沒有時間壓力的話 你就看一下 因為我們底色是黑色 你看黃色再蓋上去的時候 其實它好像有點 有時候會壓不進 那你就是看你如果說你覺得 你很在意的話 你就是可以畫兩層 好 那如果你覺得OK的話 我們就畫一層 好 那接下來我就是來講下一個 黃色這樣好像 因為我那個面積很大 那我黃色就要結束 可是我黃色的下一個顏色我會加什麼呢 我可以再多偷一個顏色 紅色 對 這三個顏色其實它就是膚色 對 對 它就是膚色 所以我可以再一點點紅就好了 一點點 不要太多 對 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這個作品基本上重複性就非常的高 就是在調色還有上色的過程 因為小孩會非常的開心 對 因為它每條一個顏色就是 這個顏色是從它 不是從 就是不是從那個顏料擠出來的 而是從它自己調出來的 那這種喜悅就是 我覺得孩子他就會一直記得 他就會記得這個調色的原因 同時會學習顏色的混合 對 它對色感 對 它對色感就會很敏感這樣子 好 這個膚色 好 那 因為這些都是暖色 所以我想還要留一點空間給那個 綠色 藍色這樣 就是作品就比較平衡一點點 好 OK 那我這個 這個我還是要垂乾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很快速再換一張紙張 那這時候我的筆要洗囉 好 好 洗乾淨 然後檢查一下 你看 這邊 沒洗乾淨抹不上 都看得到顏料 好 OK 那我就換下一支海綿棒 先放在 好 下一支海綿棒 那我們就是可以先從 藍色開始 都不用太多 好 好 一樣 一個小筆 放在中央 放一點 因為藍色很深 所以你寧可白色多 藍色少 這樣才會有那個 馬卡龍色的感覺 這樣這個作品就比較有精神 對 其實還是可以加 還有可以加粉紅色啦 對 就這紅色還可以加粉紅色 好 等一下看看好了 因為我是想說 好像那個 溫暖色的地盤 好像有點大 太多 我們就是加一點冷色調 去洗一下 想說這樣畫面不會這麼的平 好 所以就是 一邊做 你一邊要有點感覺 好 但是如果說有些顏色 你真的不喜歡 我們蓋掉 那吹乾再重蓋就好啦 對 就OK了 對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其實 它可以 隨時都可以調整 對 沒錯 所以沒有什麼對不對的問題 沒有 沒有說什麼錯的 就是小朋友好像 好像寫數學好像很怕錯 那其實我都跟孩子說 沒有什麼錯 沒有錯的問題 對 就是你喜歡的感覺最重要 好 OK 一樣蓋印 好 OK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來 藍色加一點黃 它就變成綠色 好 這邊還有點黃 我不擠了 就直接這樣子用 對 直接調色 對 那黃色多一點的綠呢 看起來就是這種 草綠的感覺 很綠色 對 好 那我就蓋在這邊 這綠也滿美 有點橄欖綠 其實綠的調法很多 除了黃加藍以外 你要讓這個綠有點變化 那可以當 就是還可以甚至講 一點點紅 一點點紅的話 它就是有 比較偏一點點不同的感覺 對 那如果說最後真的調不出顏色 你就 把這個綠色加一點白 對 對 它就是會 彩度就降低了 好 吹乾 然後再下一個顏色 這樣太不平均了 這樣太不平均了 好 那最後一個顏色 我們就是來處理紫色 好 那一般呢 孩子啊 紫色我們都會跟他說 是紅跟藍變的紫色 可是因為有時候壓克力顏料 它調出來的紫色 沒有這麼的漂亮 它的紫色有點 呃 真的調起來就是沒有很漂亮 那你就可以選現成的紫色 所以我們就選現成的紫色 我想說需要一點點紫色進來 好 好 一點紫 好 一樣白色 那就是最後一個顏色 我們把剩下的面積 就用這個紫色把它完成 好 就用快速的把邊邊處理起來 好 蓋印 所以這個作品可以分批完成 對 因為要帶孩子玩的重點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分批完成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 有兩個假日來處理這個作品 可以慢慢做 小朋友就不會一直看電視 或者玩手機 這也是蠻好的親子活動 1 2 3 OK 好 趕快把它吹乾 我們就要揭曉了 好 我稍微吹一下 那我先做一下感覺 那可能有時候 因為沒有真的很乾 所以等一下顏料可能 會有一些暈喔 對對對 會剝開沒關係 好 接下來就是最好玩的時候 就是小朋友就可以開始 把它撕開 對 就可以開始撕開 它輪廓線就會出來 我們就先從底部 先從底部開始撕 好 接下來延伸 旁邊就會碰到的膠帶 也一起把它撕下來 好 這樣一格一格的效果就出來了 好 都可以完成 今天我們的馬卡龍色的 鼻桶就大功告成了 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你就記得貼膠帶 先區隔色塊 然後再分段式的上色 就大功告成 我們要謝謝小幫老師 今天教大家上色 謝謝詠盈 謝謝 拜拜 多多發生 拜拜 拜拜 區虛真 爺 Craig 北頂